9月28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基地公园举办世界首例克隆北极狼新闻发布会和见面会。 这是哈尔滨基地公园历时近两年的钻研取得的成功。 据了解,2006年,哈尔滨基地公园从加拿大引进两匹野生北极狼,热心粉丝为他们取名玛雅和哈尔。 此次克隆成功的北极狼共体细胞来自北极狼玛雅的皮肤样本。 此次克隆北极狼是由野生北极狼玛雅的纤维细胞作为共体细胞, 从发情期母犬采取卵母细胞,将卵母细胞进行脱卵丘和去核处理, 再将共体细胞注射到去核卵母细胞的卵周系。 提细胞核与去核卵母细胞重新构建成新的胚胎, 将激活完成的克隆胞胎移植到比格犬的子宫中使其受孕, 最终由比格犬分娩获得健康的北极狼幼崽。 它虽然是我们人工造出来的, 其实它跟什么比较类似的, 就是跟双胞胎,多胞胎之间一样, 就是它们基因是完全几乎一致的, 所以说它们的行为各方面的话, 就是普通的动物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所以它如果说可能有个体的差异, 对吧,这个个体它本身就不能融入进去, 那可能这个跟这个克隆技术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此前,两只克隆小北极狼其中一只, 因为新生儿容血,不幸夭折。 这只6月10日出生的克隆小北极狼, 成为此次克隆是否成功的关键, 备受关注。 现在,小家伙已顺利过百天, 各项指标显示它非常健康, 成为世界首只克隆成功的北极狼。 现在呢,我们世界首次成功的克隆的北极狼, 小玛雅,今天呢,已经109天了, 目前呢,它的身体状况非常良好,很健康, 它也很适应在吉利公园的这个家,这个环境。 所以这次通过克隆北极狼获得的成功, 我们也获得了信心和经验。 那下一步呢,我们想把克隆技术呢, 应用到更多的病危物种的保护中。 今天看到这个克隆狼啊, 我觉得这个,呃,这个举动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可以保护我们的病危动物。 目前,该项成果已通过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等专家组成的评估专家组评审, 获得科技成果评估报告。 专家一致认为克隆北极狼项目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 建议推广到其他宾威野生生物的保护研究中。 目前,啊,全世界是没有大规模的去使用, 啊,然后在一些特定的,比如说,呃,已经是灭绝的动物里面, 呃,这是科学家做了尝试的,呃,至于未来就是, 是否会大规模的去运用的话,还需要看这个物,物种的一个紧迫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